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在经济管理不善和地产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的商品进口量却打破了记录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是否在为一个更加敌对的国际环境做准备 在美国可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情况下 中国的应对策略又将如何演变 而这一切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博弈 中国的战略储备不仅仅限于政府控制 还包括大量的私人储贯和仓库 自2020年以来 中国的原油储存能力快速增长 天然气储存总容量预计到 2030年也将达到850亿立方米 这种庞大的囤积行为让美国感到担忧 因为它不仅可能推高商品价格 还可能影响到全球的战略平衡 随着中国的军事建设加速 这些储备是否意味着 中国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做准备 这一系列的行动和数据揭示了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战略考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深入了解这一复杂而充满挑战性的话题 在过去的20年里 中国仿佛一条贪婪的巨龙 吞噬着全球的大宗商品 这个国家的人口不断增加 财富也在迅速增长 对奶制品 穀物和肉类的需求如火箭般攀升 其庞大的工业体系更是对能源和金属贪得无厌 然而 近年来 中国经济遭受了政治管理不善和房地产危机的困扰 导致人们普遍认为 中国未来对资源的需求应当下降 但现实却与预期截然相反 2022年 中国许多基础资源的进口量打破了记录 各类商品的进口量激增了16% 进入2023年 这一趋势并未减缓 前5个月的进口量继续增长了6% 对一个经济困境重重的国家来说 这显然不是消费增长的标志 相反 似乎中国正快速地囤积材料 甚至不惜在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进行储备 经济学人指出 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是担心新的地缘 政治威胁 尤其是一位新的鹰派 美国总统 可能会试图扼杀通往中国的关键供应路线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中国高度依赖进口资源 尽管它是全球许多金属的精炼中心 但所需的原材料大部分依赖进口 从70%的铝土矿到97%的谷布等 能源方面 中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但其他燃料的储量源无法满足需求 导致其进口40%的天然气和70%的原油 更严重的是中国对粮食的依赖 2000年 中国几乎所有的粮食都在国内生产 但如今只有不到三分之二是自产的 中国每年进口高达1万2500万吨大豆 其中85%用于喂养4000万头猪 而在咖啡 棕榈油和一些乳制品方面 中国几乎完全依赖外国农民 这种依赖使中国在地缘政治动荡时 异常脆弱 2018年 特朗普总统对价值600亿美元的 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 迫使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关税进行报复 接下来 COVID-19疫情爆发 扰乱了全球供应链 推高了材料成本 接踵而至的乌克兰战争 不仅激化了价格 还是犯了美国对大敌实施禁运的意愿 这一系列事件促使中国进一步增加库存 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离开白宫后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紧张有所缓解 但特朗普重新上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如果他重返政坛 美国可能会先限制对中国的粮食出口 并影响阿根廷和巴西等主要供应国的态度 进而打击中国的粮食安全 与此同时 美国可能会试图影响向中国出售金属的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和智利 中国的大部分大宗商品进口 均通过狭窄的海峡和运河运输 美国有能力通过在这些海陆附近 部署军舰切断中国的供应 面对这一潜在威胁 中国似乎正在为一个更加敌对的环境做准备 自2020年以来 中国的原油储存能力从17亿桶增加到20亿桶 虽然许多储存站点的位置保持秘密状态 但卫星图像显示 自2022年以来 以至站点的扩展速度非常快 同样 地下气动的容量 从2010年的25亿立方米增加到2020年的150亿立方米 目标是到2024年达到550亿立方米 中国还在沿海地区建设了十几个储冠来存储液化天然气 摩根大通预测 到2030年 天然气储存总容量将达到850亿立方米 在大规模建设储存设施的同时 中国也在迅速填满这些储存空间 国家统计人员已经停止发布许多大宗商品的库存数据 但一些方法可以大致了解其规模 例如 美国农业不预测 到本生长季结束时 中国的小麦和玉米库存量将分别占世界储量的51%和67% 较2018年增加了5到10个百分点 这些储备足以满足至少一年的需求 自2018年以来 中国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大豆的库存翻了一番 达到3900万吨 预计到本季末将达到4200万吨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金属和燃料储备 通过估算中国 可能可靠消费的铜 镊合其他金属的数量 并将其与总供应量进行比较 Penmer Libram银行的汤姆·普莱斯发现 自2018年以来 中国的库存积累 足以满足至少35%到133%的年度需求 具体取决于大宗商品 到春末 中国的天然气储存量达到250亿立方米 足以满足23天的消费需求 高于5年前的15天 摩根大通的Persion预计 到2030年 这一保险将增加到28天 与此同时 Rapid Energy的估算显示 自今年年初以来 中国的原油库存 平均每天增加90万桶 2023年6月的填充速度 达到了每天150万桶 这表明 囤积速度在加快 这帮助中国的原油库存接近13亿桶 足以满足115天的进口需求 相比之下 美国持有8亿桶 Rapid Energy估计 到2025年底 中国的储量将增加7亿桶 这种庞大的囤积行动 让美国非常担忧 不仅因为 这可能会推高大宗商品价格 助长全球通货膨胀 更因为这些储备 正是中国在长时间冲突中 生存所需的 例如 如果中国封锁台湾 这些储备将为其提供生存保障 当你把它与中国的军事建设 相提并论时 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担忧 美国国防部前 分析师加布里埃尔·科林斯表示 尽管目前看来 习近平的囤积 更像是一种防御措施 还没有达到 在激烈冲突中 保障安全的规模 但美国官员 必须希望这种情况 在未来几年 不会发生改变 通过航拍照片展示 中国秦皇岛海港 粮食储备基地项目的 施工现场 一片繁忙景象 这种大规模的建设 正是中国为未来 可能到来的 动荡局势所做的准备 习近平的这一战略部署 表明了 他对未来地缘 政治风险的深刻担忧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努力 可能会对全球供应链 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也为中美关系的下一步 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大宗商品 Commodities 是指那些在市场上 可以用于交易的基本商品 或原材料 通常是大规模生产 且可互换的产品 这些商品 涵盖能源 金属 农产品等多个领域 包括石油、天然气、金、银 小麦、玉米、咖啡和糖等 大宗商品 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为它们是生产其他商品 和服务的基础 在交易市场上 大宗商品 通常分为两大类 硬性商品和软性商品 硬性商品 主要是指金属和能源资源 如金、银、铜、原油和天然气等 软性商品 则主要包括农产品 如咖啡豆、可可豆、小麦、玉米和大豆等 大宗商品市场 通常具有高度的波动性 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供需关系、地缘政治事件、气候变化和经济数据等 例如 原油价格可能因为中东地区的政治紧张局势而大幅波动 而农产品价格可能因为天气条件的变化而剧烈变动 大宗商品交易 在全球各地的期货交易所进行 如纽约商品交易所 Nimex、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等 这些交易所提供标准化的合约 允许买卖双方进行现货或期货交易 期货合约是一种标准化的协议 允许交易双方在未来某一特定日期和价格买卖一定数量的商品 这种合约有助于企业和投资者对冲风险、锁定成本或收益 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全球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生产这些商品的国家来说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常会带来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 然而价格下跌则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和财政困难 对于消费这些商品的国家来说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增加生产成本和通胀压力 而价格下跌则有助于降低通胀和促进经济增长 投资大宗商品也成为许多投资者多样化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大宗商品具有于股票和债券不同的风险和回报特性 因此可用来平衡投资组合的风险 然而由于大宗商品市场的高度波动性 这类投资也存在较高的风险 总之大宗商品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是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原材料 还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大宗商品市场的运作和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建立秘密商品储备是明智之举 习近平正未与筹谋 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中国已经看到过去几年中的各种全球危机 特朗普的贸易战 COVID-19大流行 以及乌克兰战争都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巨大冲击 历史上我们也见过类似的情况 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储备就会陷入困境 中国现在的策略是确保不会在类似的危机中被动挨打 太夸张了吧 楚大哥 这是不折不扣的囤货恐慌症 这种过度的储备 只会给全球市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甚至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历史上 苏联在冷战时期也尝试过类似的战略储备 但最终经济崩溃 人民生活质量下降 再说了 中国储备这么多商品 难道是准备打一场世纪大战不成 琪琪 你这简直是起人忧天 中国的储备不仅仅是为了战争 而是为了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看看美国 战略石油储备 SPR 从1975年建立以来 已经多次帮助美国在石油危机中稳定市场 数据也显示 中国的原油储存能力 从2020年的17亿桶增加到现在的20亿桶 正是为了在突发事件中保护经济稳定 再说了 你知道中国每年进口的12500万吨大豆中 有85%是用来喂猪的 万一供应链断了 猪肉价格疯涨 老百姓还不得怨声再道 楚天说 你这是太夸大其词了 就拿你提到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来说吧 美国之所以有这个储备 是因为他们在中东有长期的军事和政治纷争 而中国呢 至今还没有进入过类似的高风险区 再说了 你提到的这些数据 什么天然气储备了 什么粮食储备了 都是中国政府不透明的操作 普通老百姓根本无从得知这些储备 会不会真正派上用场 搞不好最后成了腐败的温床 历史上 前苏联的粮食储备计划就是个笑话 粮食腐烂在仓库里 而人民却在挨饿 琪琪 别急着给我扣帽子 你说中国没有高风险区域 南海争端 台湾问题 甚至中印边境冲突 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 在这些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 确保国家资源供应的稳定性 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也显示 中国的小麦和玉米库存量 已经分别占到世界储量的 51%和67%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数字 再说了 腐败问题哪里都有 关键是如何管理和监督 我们不能因为可能存在的问题 就否定整个政策的合理性 楚天书别扯了 南海争端和台湾问题 还真没见中国因为资源短缺而瘫痪 你说的这些国家安全问题 归根结底是政治博弈 而不是资源短缺 再说了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因为中国的统计数据 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控的 透明度不高 你搞这么多储备 难道不担心 这会让国际社会 对中国更有戒心吗 中国的囤货行为 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甚至引发了一些国家的不安 搞不好反而会引来 更多的麻烦和敌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这篇文章真是劲爆 习近平为什么要大量囤积商品呢 你可以认为 他就是在为未来可能的麻烦做准备 大量的粮食 天然气和石油进账 表示中国正在未雨绸缪 咱们来剖析一下这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 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 疯狂采购原材料 什么奶制品 谷物 肉类 一样都不能少 经济发展如火如荼 人口也越来越多 需求自然水涨船高 但最近这几年 政治管理不善 加上房地产危机 中国的经济开始玩火自焚 按照正常逻辑 需求应该缩水 然而结果却是相反的 去年 中国进口了创纪录数量的基础资源 各类商品进口量激增了16% 而今年前五个月又增长了6% 这显然不是消费增长引起的 而是中国在高价时疯狂囤积 北京的政策 制定者显然是担心 美国可能会断了他们的粮道 这可不是启人忧天 中国严重依赖外国资源 70%的铝土矿 97%的股 就是这么个大胃王 即便有大量煤炭储备 但天然气和原油 还是要靠进口 更不用说粮食 2000年还几乎完全自己自足 现在只有不到三分之二了 大豆 咖啡 棕榈油 几乎全靠外国农民供着 想象一下 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上台 挥舞关税大棒 中国的进口供应链被扼住 那可就真是麻烦了 于是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的冷战结束时 就开始未雨绸缪 建立粮食和矿产的战略储备 接着就是石油和工业金属的库存 三大事件加速了这种囤积 特朗普的贸易战 Kavit 19和乌克兰战争 这一切都让中国意识到 必须得有家底后食 才能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策略不只是国家储备 私人储贯 统仓 仓库也都成了战略储备的一部分 自2020年以来 中国的原油储存能力 从17亿桶增加到20亿桶 地下气动的容量也翻了6倍 目标是到明年达到550亿立方米 这些数据背后 透露的是一个国家在打造内工 未雨绸缪 准备应对更加敌对的国际环境 更有意思的是 国家统计人员已经停止发布 许多大宗商品的库存数据 但聪明人总有办法了解个大概 比如美国农业部预测 中国的小麦和玉米库存量 将占全球储量的51%和67% 这些足够满足至少一年的需求 自2018年以来 中国的大豆库存翻了一番 达到3900万吨 预计到本季末将达到4200万吨 不仅是粮食 中国对金属和燃料的囤积也是 亮瞎眼 以铜、镍等金属为例 Penmer Libram银行的数据显示 自2018年以来 中国的库存积累足够满足 其至少35%至133%的年度需求 天然气储存量也从5年前的15天增加到23天 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 这一保险将达到28天 原油更是猛烈填充 仅今年6月份就平均每天增加150万吨 这可让美国人感到担忧了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还要应对一个为旷日持久的冲突做准备的中国 这让美国国防部前分析师加布里埃尔·科林斯说 这种囤积行为开始令人非常担忧 虽然目前囤积规模还未达到激烈冲突所需 但美国官员必须希望未来几年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改变 总结一下 习近平的囤积策略是个大手笔 既是防护盾 也是风险管理 中国正在打造更加坚固的经济堡垒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动荡和不确定性 说白了 这就是一场全球大博弈 中国在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做最坏的打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great dragon great tension streets steam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og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commerce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will change the cars marching from the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st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will change the car in the best way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grows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